一条鲨鱼突然飞进了海边的酒吧中 所有人立马开始恐慌起来 紧接着 鲨鱼张开大嘴 不断地靠近着这个身材很哇塞的女人 危机时刻 金发姐抄起台球杆 毫不犹豫地一把扎了下去 而女人这才保住了小命 但随着飓风的来临 海水开始倒灌 十米高的巨浪瞬间拍在了沙滩上 跟随而来的还有满天的鲨鱼 这几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鲨鱼突然大量迁徙 从电视上得知 原来是海里出现了不明物体 瞬间把大海惹得愤怒不已 很快 海面上就出现了二十级的龙卷风 原来 就在四天前 一艘鱼船出海捕鱼 却突然遭到了飓风的袭击 不幸的是 船上所有人无意生还 几天过后 洛杉矶的一个沙滩上 女人刚穿好泳衣准备出去冲浪 此时不远处却电闪为名 令人奇怪的是 所有人没有一丝察觉 可就在这时 一只鲨鱼慢慢靠近冲浪中的女人 下一秒 突然警报声响起 人们这才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随后便开始四处逃窜 此时海浪不断翻涌 眼看越来越近 酒吧老板大卫急忙拨通了前妻的电话 告诉他赶紧带着儿女逃命 可刚挂掉电话 海水立马就淹没了整个酒吧 来不及犹豫 所有人急忙开始撤离 突然海浪喷雨 一条鲨鱼被冲上了 瞬间来到了金发姐的眼前 千军一发之际 一个男人快速赶来 趁鲨鱼不注意一板凳将它砸飞 大卫赶紧上前 一枪就了结了他的生命 可风力却越来越大 往场的摩天轮再也支撑不住 向着城市的中央快速滚来 此时摩天轮好像变成了风火 不断地追赶了他们 一个男人没来得及逃跑 瞬间被压成了肉鱼 下一秒 这时天空突下暴雨 伴随着海水的道观 整个沙滩变成了海洋 很快就冲进了城市 大量的鲨鱼也跟着飓风来到了马路上 场面一度宏伟壮观 大卫开车准备带着几人逃离 可路上却堵满了车辆 此时海浪也冲到了这里 无数头鲨鱼便蜂拥而来 一个男人不小心瞬间就成了他们的晚餐 男人冒着大雨来到前妻的家里 可就在他刚想带走女儿时 突然下水道里飞出一条鲨鱼 旁边的女人见状慌忙举起武器 对着正在天空凹降的鲨鱼就来了一枪 但此时的危险并没有解除 大卫慌忙来到屋内 却在前妻的家里意外看到了一个男人 此刻大卫的仇恨感瞬间拉满 可眼下最重要的是逃命要紧 随后 他告诉众人外面的天空下起了鲨鱼 并要求前妻自己要带走女儿 而男人非但没有在意 反而一脸轻松惬意地来到窗口查看 下一秒 很快 海水就淹没了大厅 而房间里却围满了鲨鱼 危机时刻 金发姐迅速举起散弹枪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掉一只 正当大卫准备带着他们逃离时 女儿却说哥哥还在机场 于是 几人迅速赶往机场去接哥哥 可刚一上车 海水就冲破大门 来不及犹豫 大卫一脚由门扬长而去 母女两人这才成功获救 此时海水倒灌 瞬间冲破了山顶的房子 从广播上得知 整个洛杉矶已经被海水沦陷 并伴有二十级大风 跟随而来的还有千玺中的鲨鱼 旁边的强哥不断抱怨 倒霉的洛杉矶不是地震陨石 就是丧失外星人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这次居然是鲨鱼 可大卫救儿子要紧 只能冒险前行 路途中一辆校车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里面传出了学生的求救声 此时大卫的正义感再次拉满 他停下车 把一根拖车绳扔了下去 然后独自一人来到校车的顶部 在强哥的帮助下 一车人顺着绳索成功得救 可轮到司机时 一条鲨鱼突然从水里飞出 老司机差一点就成了他的晚餐 见所有人得救后 大卫也抓住绳索攀岩而上 突然那条鲨鱼再次一跃 瞬间咬住了绳子的顶部 危机时刻 他慌忙掏出匕首割断了绳子 而鲨鱼也跟着坠了下去 正当所有人以为安全时 天空突然刮起了飓风 无数物品从天而降 几人慌忙躲避 没过一会飓风过去 旁边的司机这才松了一口气 庆幸着自己没那么倒霉 可话音未落 下一秒 大卫几人被吓了一条 但顾不得这些 他们慌忙地收拾东西赶往机场 这时他突然抬头一看 三股水龙卷夹带着千玺中的鲨鱼 正在向着城市移动 来不及犹豫 几人慌忙开车逃跑 途中车顶突然传来动静 突然 一张血盆大口直接咬碎了铁皮 原来是一条鲨鱼落在了上面 危机关头 金发姐快速举起武器 一枪把鲨鱼顶了出去 而汽车在剧烈的摇晃下也开始漏油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汽车逃走 倒霉的洛杉矶 不仅有地震陨石 还有丧尸和外星人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 这次居然迎来了无数头鲨鱼 最近几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鲨鱼突然跟随飓风大量迁徙上岸 无数的城市瞬间遭殃 新闻里发出紧急疏散的指令 大卫为了找到亲生儿子 带着一伙人准备赶往机场 可途中却遇到了沙尘暴 眼见灾难即将降临 来不及犹豫 他们竟敢慢赶 最终找到了儿子 正当所有人以为沙尘暴过去时 一个女人走到天窗下查看 下一秒就被吸了进去 男友慌忙上前援救 却被朋友一把拉住 随后所有人瞬间躲进密室 没过一会风暴过去 完整的机场瞬间凌乱不堪 接着他们走进一间仓库 金发姐一枪封开了大门 闯进仓库寻找对付鲨鱼的工具 大卫拿起了一把电锯交给前妻 儿子小马则看上了货架上的夜花炸弹 此时他的脑中突然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用这些炸弹来驱散疯眼炸死鲨鱼 强哥在旁边表示认同 随后也拿起几只 用胶带缠住一个煤气罐 把它们连接在一起 就这样 一个简易的炸弹就制作完成 没过一会 几人拉着自制炸弹从仓库离开 接着来到直升机前 小马与金发姐乘坐飞机去执行C计划 剩余的几人电后 如果不成功就立马执行B计划 可飞机刚来到半空 一条鲨鱼就向着它们缓缓逼近 大卫看到后慌忙掏出枪 替它们清理掉障碍物 很快 小马就来到了沙卷风的附近 接着让金发姐准备好炸弹 找准位置后 在小马的一声令下 金发姐快速按下开关 将夜花炸弹丢进了风眼中 下一秒 随着鲨鱼的坠裂 第一股龙卷风就这样被催悟 机上的金发姐兴奋不已 但就在这时 一条鲨鱼向着下面的几人飞来 大卫看到后二话不说 抄起电锯直接将它一封为二 而强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只见另一只鲨鱼从天而降 强哥来不及躲避 直接被它咬中了大头 此时第二股龙卷风吹到了这里 很快就把它一起卷到了天上 眼见鲨鱼越来越多 大卫手起刀落一枪移 附近的小马看到这边 立马掉头赶来 随着小马的一声令下 炸弹再次被金发姐丢了下去 这时第二股也被摧毁 大量鲨鱼散落在地 全都砸在了地面上 有的甚至还落进了泳池里 大卫健壮 慌忙拿起油桶 毫不犹豫地倒了进去 接着拿起火柴点燃 快速地扔进游泳池里 目前还剩下最后一股龙卷风 可炸弹却已经用完 而一条鲨鱼突然咬到了直升机 金发姐为了赶走鲨鱼 一不小心被气流吹了下去 刚好被一只鲨鱼用轴接住 大卫看到这种情况 急忙赶去执行地计划 眼见鲨卷风越来越近 他立马发动汽车 然后固定好炸弹按下加速开关 车子迅速冲进了风野 而大卫也及时跳车 只见汽车被卷上了天空 一声爆炸在空中响起 第三股龙卷风也被及时摧毁 此时的大雨变成了鲨鱼 纷纷扬扬地落进了人间 女儿见父亲赶来慌忙上去迎接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一条鲨鱼突然从天而降 静止地来到他的身后 危机关头 大卫抄起电锯 一把将女儿推开 下一秒 正当所有人以为大卫没了时 鲨鱼的肚子突然蠕动起来 原来是大卫在里面拉响了电锯 并从里面带出了金发戟 一家人迅速游杯转洗 没有了沙卷风 很快 城市就回归正常 此时满地的鲨鱼和残破的城市 几人看着这个场景感慨不已 庆幸自己在灾难中活了下来 影片至此结束